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 看我们这边这个雪啊 现在等早晨下到下午 现在梨拉了已经可以说下到一天了 但是大雪依然还在下 看这个景美不美啊 看后面,是不是挺好看的 但是也挺冷啊 所以就是有可能北方的朋友 可能没看着东北的大雪 让你们来看一看 但是现在的雪不算是最大的时候 看后面的树挂多好看啊 要是照相的话特别美 我现在是在我们的大道上 依然在下雪 像在这道上这种 边下的时候它就已经化了 看到了吗 我用手一摸 这个底下全都是冰 特别特别的滑 所以因为现在的气温还没到特别冷的时候 有的雪呢 干就是边下的时候它就已经化了 所以唯一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出行安全的时候 一定要安全第一 一定要慢行啊 尤其到我们东北这边 看到雪的时候一定要慢行 因为感觉它上面都是雪 但是它底下它都是冰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它底下都会冻一层厚厚的冰 上面要铺一层雪 所以不了解的 会非常的危险的 尤其在上坡下坡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漂亮漂亮 雪今天发这个视频 主要就想告诉大家 来我们东北这边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出行 注意安全 不要看表面上是雪 但是实际它底下都是冰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慢行 一定要不要着急 慢慢行事 尤其我们这边山道 还特别的弯曲 弯特别的多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 小雪这期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支持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安全第一 不要着急 拜拜